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種泥流呢 就會順勢的 往這個他們家裡面來流 當土牆瞬間變成了泥流瀑布 住戶好無奈 拿著鏟子拚命鏟 要把水給排出 但山坡的水量實在太大 荒泥不斷衝刷下來 房屋周圍也緊急堆沙包 這飲水一直下 讓這個褓口越來越大 再往屋內走 牆壁滲出黃水 整間房屋幾乎遭到泥流侵蝕 從那邊 你沒有看到那個 當土牆那也不是流水嗎 但就是打進來 然后从这个下面这样流出来了 每回下雨 泥流就会渗进家里 屏东春日乡居民有苦说不出 因为光这个月 这户人家从13号 17号以及24号 住家已经被泥流冲刷三次 会越过这个住户的窗户 然后整个泥流会到家户 这个以前发生过 追究原因 当地一整排住家靠山密太近 就算有了挡土墙 但这户人家后山坡刚好有一条野溪 雨量太大就会冲进来 目前只能争取预算防护 大量淋流冲进家里 后院有小夕 一下雨住家变小河 出人乡住户 欲哭无泪 三雄竹俊杰出少阳和正凤 评论报道